附近它就没有这样多 public transport 所以如果你是懒多驾车 你是一定要有 public transport的话 这边是没有 MRT LLT 的 大家好我是JND 针统收房 欢迎回到我们的 镜头段喜欢第十二集 今天其实我预计了个 project 有几个网民问到 因为那个数换在 PJs 可以说是最主要的项目 那么网民这就是 New Urban Residence 在 PJs 所以这个project的话呢 我们直接进到三好三不好啦 那么我觉得它的好的地方是 第一它的 路场价钱真的是比较便宜 而且它是在三位的对面的 因为 PJs这个地址 如果你实际看Google Mac的话 它是在三位的对面的这一个MPP 但是那个地段的话呢 你是走不了去三位的 但是它是很靠近五分钟就到 所以在location方面 算是方便的 第二 价钱方面也是一个优势 第三的话 如果靠近三位 大家要知道 大学全部都很多 Taylor商业都很多 所以如果你要出租的话 如果学生是OK的接受 PJs这个A运 这样你的exical investor 一定是有一个market在那边啦 那么进入不到它的 没有到这样好的地方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 它本身 PJs 如果你注意到它都会是 之所以就像一个偏马来区的一个地方 Bout to be racist 但是这个就看你们应援而已 看那会不会有人喜欢 或有人不喜欢 第二 PJs它不会到这样develop 因为为什么里面那边内 它不会到的有很多 像马上烧这样的office hour 然后有很比较OK的accessibility 滑上去 它就可能是一个比较旧的一个area 所以里面都是有助通胞多 然后他们也是比较多马来产 所以这个也是应援而已看 各位不会喜欢 第三 它附近它就没有这样多public transport 所以如果你是懒多驾车 你是一定要华人产队的话呢 这边是没有MRT 所以这边它适合怎样的一个人群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在 PJ 买物质 但是你的budget可能就只有 就只有四百千五百千块 这样这个可能是你的唯一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你有更高选择 可能是六百七百块呢 这样这边坦白说很多华人他目了 但是有一些也会被避免 因为site的关系 site location的关系 那么可以仔细去看看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review any other project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认同说刚刚一定为你给了 词oren 词 Solar 谢谢大家